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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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是口号的政策管制 因为啊 我们在这个大陆地区 人民来台投资许可 你们这么宽松的标准里面都明定 所谓的中资 于第三地 投资的公司都叫做 中资公司 那依据这个所以才有 这个公共工程 开放的项目也是要依据这个 来有所本 本于如此啊 他 我们公共工程是不准 中资来承揽的 我们的承揽对象 规定的清清楚楚 我们包括你们现在这个也是叫做 投资管制 的这个许可的管制 你们的范畴 你们的定义还是一个投资管制哦 他不是一个承揽 也不准来台 直接参与的 所以啊 在你们第三条规定里面讲得很清楚 甚至所谓的中资是对第三地 区公司具有控制能力的 钱向第三地区投资的公司在台湾地区的投资的话 是不可以适用外国人投资条例的规定 你们在这个大陆地区人民来台投资许可 讲得清清楚楚 公共工程 准许中资来台投资 所本的是你们这个行政命令 这个办法 你这个办法里面讲得清清楚楚 中资到第三地去登记的公司 或者是第三地登记的公司 实质为中国所控制 有控制能力的 是不可以适用外国人投资条例的规定哦 不可以 你现在不要告诉我说他第三地登记的公司 我依据外国厂商让他来 在这里你们自己定的条文是不准他用外国人投资条例的规定 市长这样子的话中油还可以硬拗吗 还是说这上面有所指示啊 政策和法令如无误啊 我们依据指示啊政治凌驾在法治之上 投资行为跟承攬它是两个不同的行为 我现在就告诉你 因为你不晓得公共工程不准中资承攬 我现在告诉你这一个 所以这个要看工程会对于这个不准中资承攬的规定是什么 来我在我在 你听我讲就好 我听不懂 你们自己的办法不用去说工程会还是陆委会啦 这个这个办法是你们排除了外国人投资条例的规定 这是你们自己的办法里面制定的排除外国人 这个投资条例的规定不可以适用外资 换言之就是这个意思 中油明目张胆 经济部不敢吭声 因为这上面啊 上面甚至从府里面来的 直接的指示 政策指示是不是 这个不会 这个是一般中油的标准 我的了解 你说这我没法接受啦 因为齁 这个 我说依据你们现在这么宽松的标准 你们都无法管制 而且你们都不想管制 而且政治凌驾在你们专业之上 而且视法律如无误 今天我要再讲 这么宽松的条例 事实上我们不能接受 第一个 你们对中资的实质控制面啊 事实上你们所列的 这个所何谓具有控制能力 这个都是公gay 第二个 没有对中国官方资本设限 均排除这个军方或军事目的 我告诉你 中资大多数都来自 这个国营事业 甚至刚刚超儿委员说的 你怎么知道他们有这个军方的资金 你通通不得而知 国营事业来台投资 间接由中国官方在间接控制他在台的投资项目 间接啦 中国官方势力干涉到台湾境内的经济营运 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 而且你们投资行为包括准他买股票 准他设公司 准他贷款给企业 这个已经实质啊 来台设公司 这个条例这个管理办法 已经不叫做投资许可办法 你们已经允许他来台设公司 而且从去年示范到现在 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来台设立公司 投资的少数 这个东西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办法 这是一个骗人的管理办法 而且呢 你让他来投资 事实上实质来设公司 然后由官方在背后 中国官方资金在背后黑手操控 开放的产业类别啊 简直是惨不忍睹 全部都开放了 然后看那个名单一看是全部都开放 涉及到什么关键技术专利 各支垄断观光产业 更不要说 这个实质上 对台湾的整体经济 事实上是一个实质的操控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 所以啊 台湾人民会有这么多疑虑 也不是 无地方使 经济部 经济部 经济部所有技术官僚 我们要知道 所本要本于专业 所本要本于法律 千万别让政治势力上级指导 直接来操控 谢谢 好 接下来 请林德福委员发言 林德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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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请何彩峰委员发言 何彩峰委员 请郭书春委员 请郭书春委员 发言 郭书春委员